那么介于顿与根性的关系很大 这个根性就是过去生中修学的基础 虽然呢这一生得到人生闻到佛法了 又要从头学起 前世的东西忘得干干净净的 从头学起 不过这个力顿的确还是很明显的 过去世假如这个根培得不深 这一生当中就显得很顿 过去生中深深深深培的这个根厚 那么现在会感觉到根很立 一听就明了 就通他 这个是说要立根 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根性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根性端不怕 真的空谷禅寺所讲的 你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 你会有开悟这些 这个消业障没有别的 就是专心 专一 业障就消掉了 消业障最怕的 就是搞的东西太多太杂了 心不清净呢 业障就消不了 一业 心就清净了 所以这个业太重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